继一位美国前议员之后呢 又有一家美国智库说 中国正在以各种方式 进军美国影视娱乐广播业 重金买下美国影业和文化产业 控制美国观众的选择权 从而最终拥有美国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在其调查性节目60分钟的报道中 以及美国前议员沃尔夫都提到 中国渗透美国的做法 是先从电影业入手 今天的媒体观察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要再次做客 我们的演播室来继续这个话题的讨论 海涛你好 平常你好 我们在之前的几次节目当中 都提到了这个话题 可以说这个问题确实在美国国内 现在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那么这个智库的这篇分析研究报告 它是从哪些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形式 这个智库呢 它做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名字就挺耸人听闻的 它叫chinaownsus.com 那意思就是说中国拥有美国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呢 是由一个叫center of america security 就是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么一个智库 来运作的这么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它提出这个观点呢 实际上比那个沃尔夫议员 前议员提出的观点呢 时间还要早 我很早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网站 你打开进去以后呢 通篇全是对中国影响美国的这个警告 我想它主要是一些 是右翼观点的一些人士也好 或者是政治政客也好 或者是观察人士也好 他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呢 和网站呢 他主要想告诫美国人民 就是说中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来买下美国 而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先通过广播电视影视业 来影响美国的观众 他们做了一个网站来这个 说这个观点 肯定是搜集了很多的信息 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在 那么具体来说 他们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证据是什么 他们的理论基础就是 他们总结了就是近几年来 中国购买美国影视业产品的 这个好多例子 当然首先就是从这个万达开始 比方说万达2012年收购美国的那个 AMC院线 还有后来又收购美国的 Legendary Entertainment 就是传奇影业等等等等 现在好像万达又 左手买下一个 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 美国很大的一个 就是怎么讲 就是无数比赛的这么一个公司 要花40亿美元 那么就等等 他把这好多的例子 总结在一起 然后他就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角度 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你看中国的这些大亨 他们正在以砸重金 来买下美国的各种各样的产业 首先是电影业 然后他还举了很多例子 包括电台 他举了好多一个电台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电台 就是在华盛顿郊区 维吉尼亚 可是现在听起来 这些例子都集中在文化产业方面 那么他的这个研究报告 有没有提到中国 所谓的买下美国 还要买其他的 当然提到 当然提到 比方说他提到 这个2016年发生的一个 重庆的一家大国企 叫财信集团 他们就要购买 芝加哥那个股票市场 西加哥那个 Stock Exchange 而这个 芝加哥股票市场 就和纽约股票市场 都是美国相当就是 古老的股票市场 他在这个 他那个价格 你要估算一下 大概几千亿美元 这么一个价 中国有个财信公司 就是重庆的财信公司 要买下 还比方说 他刚才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 蒙山德这家公司 这个农业的 他还提到了 中国的双汇集团 就是前几年 买下了我们 维吉尼亚 一家很重要的 全世界最大的 猪肉生产厂家 Smithfield 他还提到这一个 还等等 他举了很多的例子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中国不光是要在 饮食业入手 而且还砸重金 还不提那些房地产 现在不提那些房地产 就是要来 在美国 就是分这么大一块 这个蛋糕 这一块大饼 为什么呢 所以说这个是 影响美国的 这个意识形态 影响美国人的世界观 比方说电影 娱乐 文化业 这个很容易影响 美国人的世界观 而且你从那个 其他的角度入手呢 比方说 从那个 真正的实业入手 比方说 双汇购买 那个Smithfield 还有那个 要购 中国的重庆企业 要购买那个 芝加哥的 股票市场 等等 他最后 归结下了一个 一点呢 就是说 在 美国 这个中国的公司 来购买美国的公司 这些集团呢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都是私人集团 包括前几天 我们提到的华为公司 但是归根结底 这些都和中国政府 和中国共产党 就是都有的 非常密切的关系 如果不是说 直接指挥的话 起码也是 非常这个间接的 能这个影响到 这些公司 在美国的投资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 虽然现在我们处在 全球的并购浪潮当中 但是美国人 对于来自中国的钱 中国的公司 还是有很高的警惕性 特别 你看那个 刚才那个 蒙山头 那个是从美国的公司 所以他在 因为是来自德国的公司 巴尔公司 德国的公司 他在这个方面 德国的公司 要购买这个美国的企业 可能不会引起 太多的反响 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 好的 谢谢海涛 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的演播室